歡迎回到夢想街57號 那廖小姐 你們回來以後的話 你一直講說 你希望不要再參加這個 你一直覺得說 這個其實是有一些問題 那回來以後 你們是怎麼處理的 你當下的話 69,800那個部分的話 你也沒有參加嘛 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覺得完全沒興趣 對 那房地產呢 媽媽繳了218萬呢 我也是回來就跟媽媽說 如果像她講的 就是有賺到這麼多錢 對不對 那應該是我們說 我們不要馬上會輪檢 然後我就說 這個就當是一個試金死樣 你現在跟她說 你不要 你看她有什麼反應 對 然後當媽媽一跟她說 不要的時候 他們好像整個人都跳起來一樣 繼續更多的遊說 然後從那個陳小姐 從大陸打電話來 要找我 然後又要加我的 加我的LINE 加我的那個 微信 我都沒有讓她加我 然後所以他們就打電話給媽媽 所以媽媽那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很擔心媽媽 你說陳平 對 陳平也從大陸打電話來 好幾通 對 就是跟媽媽說 現在沒有辦法轉手 然後媽媽就說 這個你不是我們剛去的時候 你說原本是三四百萬的 現在我們隨便買 都會有人五六百萬要買 那我們就說 那如果有這麼好的話 那我們放棄這個機會 因為我女兒不要了 就是我不要了 那媽媽她也不會因為說 她自己年紀也大了 那她也不要了 那我們就用這種方式跟她說 那請你們 就是有這麼好賺 我們不要賺 就讓你們去賺這樣 對 等於是說你們願意把她讓出來 可是陳平跟你講說 是沒有機會是不是 對 她說沒有那麼快 所以看起來 第一個 不是她的產權有問題 就是她們當時是低價高賣 就是價格太高了 對 第一個可能是產權有問題 第二個就是陳平在賣的時候 是低價高賣 好 我問一下那個田島 田島這裡面的話 陳平到底是不是 行業裡面的人 他們這個到底有沒有上下線的 一個關係在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這個是地產公司的 對 因為這個陳平 其實我有認識 因為我當初在那邊的時候 他是一個溫州人 溫州人本身就很會做生意了 娶得騎騎騎騎 然後這個陳平 他是很會喝酒一個很交際高手 一個大概40歲左右一個女孩子 很會喝酒 然後他跟著很多老總都認識 那陳平他有沒有投入行業 我不曉得 但是我能肯定 跟他同公司這個朱先生 他們夫妻絕對是行業人 他們絕對是行業人 所以他很有可能的關係就是 他是代銷公司的老闆 那朱先生其實是裡面的業務員 也就是說你底下有人願意買房子的話 那就跑來找陳平買 然後這個陳平會給他一些 申請這樣子 賺他的佣金就這樣子 那其實我剛剛聽老師講的 我比較認同說低價高賣 因為這是他們行業人的情形 這是我先買 可能我買300萬 那我會交代陳平 交代陳平說要跟你講500萬 我要賺200萬 我有算過 你那間房子 這用比較可能 你那間房子一平折合台幣 折合台灣的台幣跟坪數的話 因為他們用平方米 一坪的話 估價 我們把它算過你所付出的錢 你們簽約的那個錢 一坪的價格大約是在19萬台幣 19萬台幣在防塵港 防塵港在哪邊 給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南宁在這邊 還要再更下來 靠海邊這邊 好 來 我問一下田島 19萬能有貴 太貴了吧 我之前在那邊好像是... 太貴了啦 我那時候在那裡一坪 好像大概是3萬多塊耶 一坪的 一坪米耶 3萬多塊 好像是3萬塊... 3萬多塊還是4萬多塊而已 我去問的那個是大樓 但是我還沒有聽過那個19萬了耶 因為我2000年去過南陵... 去過防塵港估價 它是下了南陵以後 還一直跑高速公路 大概跑1、2個小時收到 對 沒錯 對 防塵港再過去就是越南 對 東京嗎 隔一個東京 留宜關那邊嘛 對 所以那個地方大概 你說店面一坪要19萬太高了 能夠有5萬就算相當漂亮的 所以等於是買貴了 應該所以... 所以他要拖... 他等於是說陳平跟你講說 你要拖手的話根本是拖不了 因為沒人會買這麼貴的房子 根本沒有那個行情 那你回來以後 你們有沒有跟王先生講 說要不然你要退我錢 有嗎 我有跟他說 這個房子現在已經漲得那麼高 那我女兒不要 那這個我想說我就... 那個你們把錢還給我 那我按照原價給你們 然後你們看誰要買 你就去找誰嘛 他就跟我說 你都不買了 我們還買 既然當初不是他們跟你講的說 這個後面的那個很好嗎 可以... 就叫王先生跟陳小姐 給你吃他就好 對啊 我就是... 你不是跟我說 你這個後面可以賺錢 我不要賺這個房子給我 對...我就是... 怎麼會再變 他說你沒吃 我要吃 我說你現在不是300幾萬 變400幾萬 現在變到500幾萬了 他說... 你聽他們代表人家說 他們親才說一說 不是他帶你去的嗎 對啊 所以前後矛盾啊 怎麼又變這樣子 我請問一下 你們這兩個人 曾小姐跟王先生 他們兩個有參加6萬9千8 資本運作 我不知道 他們有沒有 楊小姐妳知不知道有沒有 他們都沒有跟我們 特別提資本運作的事情 可是透過另外第二次 跟我們一起去的兩位小姐 她在跟我聊天的時候 她有跟我說 她說這次房子是有標的物的 你們可以考慮 他們之前有一起做過資本運作 那個本來投資就有賺有賠 她只是很輕的這樣帶過 可是我心裡面我就有一個 知道說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就是代表說他們裡面的 我現在眼睛看到這些人 其實都有在玩資本運作 沒錯 我心裡面我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 因為那個東西我不喜歡 所以我就不會再跟他們 多聊那些 對 楊小姐 其實我們在看你媽媽的故事的時候 我比較擔心一件事情 如果她買到房子買貴了 那OK 房地產還是屬於你的 現在很怕的就是說 你付了218萬 我問一下田島有沒有這種狀況 付了218萬是給王先生的 王先生把他拿去了 買了老鼠會的買了球 有沒有可能出現這種狀況 這個就算很趕了 以我個人來想 他應該不至於那麼好大吧 應該不敢 因為他要參加的話 要梁阿姨的台胞證 要梁阿姨有簽那個自願加入 那種自動加入那個 賣錢 王先生自己吃掉 現在就是怕他把阿姨的錢拿去 當成他自己占了幾有 然後自己去玩 那廖小姐 你們應該直接問成品 就直接叫他把你們的產權的 產權的證書 對 我才是想問這個 你有看到產權嗎 會不會是一無兩賣 對啊 不過現在廖小姐第二次去的時候 他們要叫他去簽約嘛 對 那在簽約的情況下廖小姐沒簽嘛 所以顯然他們在他們手... 開發商完全沒有廖小姐的資料 資料 所以他們如果請廖小姐簽 我在想 就像田島講 很可能是高價低賣 那你只要趕快去簽約以後 他房子過付給你 整個案子就close掉了 對 就這麼回事 對 所以比較有可能再推 再推應該是這麼一回事 應該是有那樣的房子 只是說價格的高低的問題 可是現在他的錢 全部都轉到王先生那邊 王先生到底有沒有把錢拿去買那間房子 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就可以去問問成品 或者直接問開發商 我現前繳了那些錢是不是 有進去 對 有進去開發商 如果真的有 那你產權再去談說要不要買 還是說就認賠 因為你要看那個現在的市場 跟你當時買的價格的價差 到底差多少 我那天不是有辦一個地產商的說明會 我不是有跟一個那個... 你看他自己就是賣房子的嘛 所以他跟我講一個新的訊息 我不知道天哪兒是不是這樣 他說其實這些地產商 跟這個行業其實已經結合在一起了 你知道嗎 有的台商就在那邊買的房子 在租給這些行業 他順便買房子 他順便可以賺錢 有志講的還不是第一例 剛剛開始節目之前的話 顧駕斯也跟我講同樣的例子 而且還不是男您 那個年輕人就是跟我這樣講 因為他自己做房地產 他很敏感 他一問才知道 原來這些人都是在一起的人 你看 其實在10月15號 已經有人把陳平的名片 寄到我們節目來了 這就是陳平的名片 那這個就是那個朱先生的名片 這是那個料理給我們的 你看他們的名片 其實很像 你看這個都是有一隻鳥 然後這邊都是金色的底 然後都有萬丈光芒 然後這邊都有一座山 那兩個名片太像了 你會發現 你看這個等於是算仲介商 仲介業務 這個算是地產商 這個陳平 他應該是地產商 可是這兩個照理說 應該不會是港節公司 你名片不會這麼相像 這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這整個 他已經連成一氣了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寄給我們 這個陳平這個小姐 他也是差點跟你一樣 他就是買了房子 也是買預售物 他買220萬 他先付一半 所以他回到台灣之後 他覺得奇怪 他又再回去房生港再一次 他這次他就化身成記者 他就很厲害 他直接做臥底 他就跟陳平講 我要當這個人 我來跟你學怎麼賣房子 那個小姐當去做臥底 他去當臥底 看他們到底要玩什麼把戲 跟陳平講說 對 我看你們米什麼肉 結果他就說 我也要做這個 做這個業務 然後陳平就開始教他 你來 把台灣人帶來 然後你只要把他在這邊 然後我們簽約 我房子給他塌上去 價錢給他灌上去之後 我就給你15%的利潤 我就給你15%的佣金 這個人就付 就把你們這些膠勾過來 然後他再去打他 然後再多賺了這筆錢 譬如說可能顧家是說這個5萬 你19萬 多出來這14萬大概分去 大家就把你分掉了 但是他過程裡面 他一直用話術說 你要把他講 男寧講得多棒 黃振港多棒...多好... 但是其實黃振港 現在其實實際狀況是什麼 是這樣 過城 他現在已經變過城 我跟你講他這個有點像 我們當年台 大概在十年前 我們建商怎麼在賣房子的 你競選你記不記得 剛剛我們講那個是紅丹 你競選他怎麼賣 譬如說今天田島來到現場 然後我是賣房子 把他說服了 歡迎田島今天恭喜 全部都學台灣 全部都在學這個 你知道嗎 整個房生港有多少人 75%的房子是外地人的 這就是炒房地產 所以你把他打去 你們多付了十幾萬 就是他們的佣金 好 來 先休息一下廣告過後 我們再好好來問一下 這裡面的話 到底有沒有詐騙之前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我們繼續來關心南寧詐騙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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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